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策划 不要慌 不要忙 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 保持直线和低速行驶 这里小编要说一句 诸位车友遇到打滑 千万别学速八里面狂打方向盘玩飘移 这可是关系生命安全的事情 若要转弯应该缓慢踩刹车 车友们千万别在弯道玩急刹这种操作 前轮侧滑应反方向修正方向盘 后轮侧滑应向同侧滑方向修正方向盘 三 遇到积水怎么办 当车要驶过有积水的下穿隧道或者立交桥时 千万别一根筋的驶入积水区 你应该下车查看积水深度 看一下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 如果超出则应选择绕行 如果没有超过则选择低速驶过 当然中途切记不能停车 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排气管进水从而引发发动机损坏 如果遇到积水别熄火了 千万不要尝试再次打火 应当立即联系保险公司和维修公司